想象一下,如果你是一个蓝脸王 你抓到一个加罗落单了,你沾沾自喜 结果,你一套技能甩过去,就发现根本打不死 反而是他回头两箭把你给秒了 嗯,那你一定是不会玩 你这个蓝脸王不是手指头卡吐鲁皮的 就是脑子反应比较慢 家人们啊,就这玩法 上进天良 我管你什么上进天良不上进天良 赶紧把明文装备交出来 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 因为开大以后,攻速和暴击率都不缺了 那他们完全可以省两件装备格子做肉啊 哦,家伙,官方这一次的改动就是 让加罗快速的发育起来 快速的打出输出 你这出两件房桌 完了,还不如不改 不如行动,朱老师试了一下,效果齐佳 那还不赶快把明文装备交出来 拿好这一套装备和明文 好的,先备战好这一套装备和明文 然后我们就不用懂了 直接排位走起 我们直接来到线上 我们兑现的是对面的鲁班7号 对面的人员很是猥琐 我们只能在这里去刮闹 先把这个灵动的小精灵给他倒了 终于比赛进行到两分钟的时候 鲁班7号终于忍不住朝我开了一炮 我那个回头就开始我的闪电剑 一件一件的挨打 回头就找我扔了一个手雷 还闪现 他以为我没有吗 可笑可笑 成功的把他送回家之后 下路的献拳我们又抢回来了 如今我马上就要四级 打对面的人员如同砍瓜切菜 说回这一套名为 有十个夺翠 前期吸血 续航都很管用 抛平 过了两分钟 鲁班7号复活回了过来 此时他已经被我磨平了胆气 被我的剑射穿了棱角 已经没有了往日的锐气 躲在他里瑟瑟发抖 生怕我对他忽然来那么一剑送他回家 显然他这已经是什么龙中之鸟 龟中之王吧 还已经蔫了 正当此时他又对我扔了一个手榴弹 我反手一剑把他射穿 这边桑起过来 差点把我航飞 回头开启我的电剑 开启我的大招就招呼他 只可惜我的辅助已经隐恨西北 我自己又没有了蓝 我所谓一个错误 又被航飞 此时我又错信了 孙策 孙策转眼就把我卖掉了 真是一个奸臣啊 一时足成千古恨的 看看我的战绩 显然这一局我已经被干将带肥 他好勇哦 来到十分钟 此时我方的干将已经做了火箭 而我赶往中路一路把他打穿 看见了吗 我这一局已经化身了退塔的位置 至于为什么 因为我出这一道装备 他没有伤害 不信你们看 貂蝉来抓我 他对我释放了一二技能 愣是打不死我 吕布跳过来 我闪现逃跑 我这边在团战的后方使劲平A 你看吕布大的血量 那根本就不掉 我的攻速那也叫一个慢 开了大招会比较快一点 但这也是我想说的 这一套装备太依赖大招 我这边开了大招之后 攻速明显的会比之前快了很多 但是一旦走出大招的圈圈 一切又回到了解放前 不过玩家罗也要看运气 比如这一波团战 拿起我的电弓就要射了产 虽然伤害低 但是我们能试 五半七号 几个普通攻击打到我还开了大招 就是打不掉我的血 反被我方干将一下秒杀 而对面的辅助也被我轻松的拿下 这就是我们这一套装备的优势 我感觉可以当一个战士 进团和人家使劲炉 拿人头什么的也靠运气 你看看我的助攻你就知道了 满满的16个 17分钟 我早就神装了 此时的开追着我打 开着大招他还想跑 后面辅助又来 我两箭把他射船 而对面的射手也被我射了两箭 打掉一小半的血量 对面的吕布来接他 我们可以不用管 硬扛着鲁班的大招 和鲁班硬高 但是这波吕布他有真实伤害 不是我的防备 要不是我估计 怎么着也能混上一个 三杀 20分钟 你看对面的凯 他奔着我就来了 开启一个大招 我也开启大招 我一边往后退 我还一边减大速 射他 他一个二技能把我航飞 啪的一下 我打出了他的反甲 我连挨了他五六刀 我竟然没有死 我的个乖乖 果然肉 看这套装备 玩到最后 就是像老猪说的那样 又输出 又防御 但是要看着阵容出 如果脊方很肉 你有一个好辅助 你还是出全输出 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